总结我疾病救援没有罪 他是不能从事我们所说的诊疗活动 对他做出了罚款6万元 姚祖老中一行一52年 从未出过差错 却因为没有行一资格证 被当地魏技局罚款6万元 老姚一一气之下将其告上法庭 事情最后是如何处理的 老姚一能免于处罚吗 2017年金秀姚祖自治县魏技局 接到一个举报电话 称在某个山村里有人在非法行医 接到举报之后 魏技局工作人员 立刻开始调查事情是否属实 发现被举报的老姚一庞万福 确实是无证行医 按照相关规定 庞万福确实属于非法行医 因此魏技局的工作人员 当即带着6万元的罚单 找到了庞万福 此时的庞万福正在给两名病人诊脉 见到工作人员 虽然后奇怎么有外地人来找他 但庞万福还是看完了眼前的病人 才询问他们的目的 当他看到6万元的罚单时 非常不理解这是为何 因为他行医50多年了 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医疗事故 自己明明在治病救人 怎么就成了非法行医 还要给自己罚款呢 所以庞万福直接把人赶了出去 越想越气的他 直接把魏技局告上了法庭 要求其取消对自己的处罚 但是法院经过调查 比对法律条款 认为魏技局的处罚并无差错 所以驳回了庞万福的请求 他不服再次向高一级法院提出了上诉 由于这起案子非常特殊 不单单是医师资格证的问题 这里面还涉及一个传统医学的传承 以及少数民族看病就医的环境问题 所以驱法院对此非常重视 专门派出了一位同为少数民族的法官 韦柳林来审理此案 韦柳林作为少数民族 甚至不少少数民族的同胞 都居住的比较偏远 庞万福作为瑶族同胞 基本上居住的地方都在深山之中 所以这起案子不能轻易下结论 必须要去实地考察一下才可以 于是韦法官便和同事 第一次踏上了去找庞万福的路 山路并不好走 经历极小时候 韦法官才来到二楼庞万福所在的 长洞乡六驾屯村 并且见到了已经七巡的庞万福 通过与庞万福的交流韦法官得知 他的医术是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的 因为瑶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 更没有专门的医学校 去外面看病又不方便 但是这里植被旺盛 中草药也非常多 所以大家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 都会找点草药自己解决 长时间就积累了一套自己的医疗方式 而他从六岁开始 就跟着父亲学习任要备送药理知识 还会和父亲一起上山采药 十二岁的时候 就已经能够给人看简单的病症了 十四岁已经学会了结果 十六岁就开始和父亲一起给村里人看病 站在情理角度 伪法官是觉得 庞万福并不应该背负这张法单 但是他身为一名法官 也必须要维护法律的严谨 庞万福这样的行医方式 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来说 确实属于非法行医 听到伪法官的耐心解释 庞万福沉默半上 拿出了一张1996年魏济局开的行医执照 这张行医执照证明 庞万福其实是达到了行医要求的 至少在当时是合法合规的 但是由于1999年之后 我国颁布了新的职业医事法 所以1996年的这张执照就无效了 庞万福还是算作非法行医 为了免于处罚 庞万福改口称自己只是在卖草药 并没有给人看病 因为找他的人 都是带着诊断证明或者病例来的 然而通过他看舌胎 好卖等 证明他是看诊行医而非卖草药 因此还是算作非法行医的 听完伪法官的解释 庞万福沉默良久之后 做出了从此不再行医的决定 虽然案子到这里就可以结了 但是伪柳林并不愿意看到 庞万福这一身医术被埋没 于是他决定回去后 好好查看相关条文 争取为庞万福找到一条可行之路 很快他就第二次下乡 这一次下乡让他对庞万福 再次有了新的认知 姚族老中医就死扶伤52年 却因没有医师资格证被罚款6万元 一期之下将相关单位上法庭 可一审法院却判老姚医败诉 老姚医不服在上诉 这一次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吗 二审法官为柳林 为了能够帮助老姚医庞万福 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决定再次前往六驾屯村 只是在路上 为柳林突然发现道路正中央 有一名瑶族村民躺在地上 旁边还有一个嗷嗷大哭的小奶娃 为柳林立刻下车查看情况 发现这名妇女应该是被毒蛇咬伤了 此时路边正好又来了一名大婶 也前来查看情况 看妇女已经昏迷了 可能被咬很久了 大婶立刻让为柳林 将晕倒的妇女送到自己家 她去找村医 为柳林并不太放心 想将妇女送到县医院救治 但是又想到去县医院路太远 只能听大婶的话 将妇女送到大婶家之后 大婶赶紧跑去找庞万福 庞万福急急忙忙跟着大婶来到家住 发现为柳林也在她顿时不好办了 因为她确实没有证 上次也答应过为柳林自己不再行医了 为柳林看出了庞万福的顾虑 只说救人要解 庞万福这才开始为妇女诊治 然后又去抓了一些草药捣咕捣咕 给妇女外妇内服 情况很快就控制住了 为柳林不得不再次感叹庞万福的医术 这要是往医院送 还要检查还要等血清 肯定没有庞万福这里快 见妇女脱离危险之后 庞万福就离开了 为柳林一转头 看见庞万福离开的背影 便追了出去 庞万福表示自己虽然说了不再行医 但是现在人命关天 妇女的毒只解了一半 自己还要上山再采一味药 为柳林不放心她一个人 毕竟已经年近七十了 便也跟了上去 果然在采药的路上 庞万福脚下一滑 差点就从山上摔下来 幸好她及时抓住了绳子 而为柳林也看到了这惊险的一幕 她连忙过去接应庞万福 这一刻为柳林真正认识了庞万福 对庞万福来说 治病救人已经不能算是她的工作了 而是她的一种信念和信仰 她想起自己之前看的 要想庞万福能继续为村民们诊治 就需要庞万福去参加医师资格证考试 她试着给庞万福提了一下 但是庞万福听后却表示 好意她心灵了 但是自己年龄大了 而且考试里面大部分都是西医的内容 这些东西她并不会 自己去了也考不上 所以还是决定不再行医 为柳林还是不愿放弃 继续回去翻阅最新法律条文 这一次她终于找到了事情的转机 总结我治病救人没有在 她是不能从事我们所说的诊疗活动 对她做出了罚款6万元 姚族郎中治病救人52年 却因吴正行医被罚款6万元 老姚医一气之下将其告上法庭 事情最后是如何处理的 二审法官为柳林 不愿庞万福精湛的医术被埋没 所以她回去翻阅了最新的中医药法 终于从上千条法律条文之中 她看到这样一条 对于那些以失诚方式习得医术 或者经过多年实践确实有医术的人员 可以通过中医医师推荐 然后只需要通过实践技能 以及效果考核之后 就可以获得中医医师资格证 也就是说 这款条文去掉了笔试内容 只要实操没问题就够了 这对庞万福这类老中医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于是维柳林第三次来到六甲屯村 找到庞万福 并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她 表示判决还会按之前一审判决的结果 会驳回上诉 但是她会开具建议书 只要庞万福及时考上资格证 她不仅可以免除处罚 同时还能继续行医 庞万福知道后也很高兴 她对维柳林连连表示感谢 说自己会再努力一次 这起案子到这里 终于可以宣判了 虽然庞万福还是败诉了 但是维柳林已经提前写好了建议书 并将其发送给了庞万福 所在地的魏纪局 每两天维柳林接到了庞万福的电话 表示自己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不再行医 毕竟年岁大了 但是她已经将自己的一身本事传给了儿子 而且儿子还年轻学东西也快 求知欲也更强 所以她会让儿子去参加这个考试 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一波 继续为村民们治病救人 摇一摇摇也能继续传承下去 我想这才是法律和法官存在的意义吧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